美国军方利用境外实验室 从事生物军事化活动 国际社会 特别是有关当事国民众 媒体已反复表达了强烈不满和反对 中方也已多次表达了严重关切 令人遗憾的是 对于国际社会的关切 美方始终充耳不闻 以再次爆发大规模抗疫的韩国釜山为例 请美方回答几个问题 美方应说明 美军向釜山运入生物战绩 真实目的是什么 运入后开展了什么研究 如何证明相关活动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规定 美方应说明 为什么隐瞒真相 特别是 为什么一开始否认在釜山港第八码头 建立军方实验室 直至2016年 相关项目被媒体曝光 才被迫承认 为什么 2015年声称 当时是首次 向韩运入生物战绩 向韩运入生物战绩 随后又被调查证明 早在2009年 就开始秘密运入行动 美方也应说明 为何致当地民众的健康和安全于不顾 特别是 福山港第八码头半径500米内 有四个居民区和多所学校 这样的人口密集区 一旦发生事故 怎么办 合法 透明 安全 是国际社会对美国生物军数化活动的共同要求 我们再次认述美方 做出全面澄清 采取切实可信的行动 全面履行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义务 并停止独家阻挡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 为通过核查 解决关切 建立互信 创造条件